今天一來就和大家講一場法甲的大戰 摩納哥對巴黎 之後再講熱賜和阿仙奴的英超比賽 實在今天我真的要清掉所有未講的賽後評 因為今晚就開英超的快車 所以真的要盡快清掉賽後評 講到巴黎他們作客 來到都是非常進攻營 有四個進攻點 包括迪斯拿 前面左中又是尼瑪 卡雲尼和麥帕比 反過來摩納哥是三中堅 打算是死守 超級年建人的位置 可能是莫探員莫天勞 不過起初我就有點擔心他 到這個年紀還能不能做到呢 不過原來我要擔心的不是進攻中場的問題 而是摩納哥的防線 一分鐘了 開球來說尼瑪都積極的 後場來說尼瑪是拿著球 不過搞得有點耐 引了兩個人過來 就是纏著他 不過今次幸運被他殺出重圍 這樣就形成了中短期進攻 麥帕比立刻插進去防線的身後 尼瑪也很厲害 立刻給一個直線下去 踢快攻反擊當然是尼瑪的殺著 直線很漂亮 那條防線也收得不是說很快 不過始終也是那句 麥帕比是太過快了 跑得 龍門這一次跑出來是錯的 因為其實呢 都還有些守衛去追著麥帕比的 加上麥帕比根本都還未進到禁區 龍門就這樣衝出來很容易被人過的了 結果呢 就真的是空門了 不過麥帕比這一次就射不進空門 就完全就不合格的了 他應該是看到有兩條人都衝去龍門 準備保護空門 也就是說你射球很容易被人擋到 他也都沒有看到 右手邊其實殺了卡雲尼上來的 他只要冷靜一點減速 扣橫打橫給卡雲尼 反而在這一刻還可以慢慢看來吃 七分鐘了 麥帕比插進去吧 那麥帕哥今天呢 踢左邊的中堅球員樂智這一刻呢 其實都是叫做和麥帕比一起起步的 但是完全是輸了速度 那麥帕亞華斯一個直線插下去就下底線 這次麥帕哥的門將呢 衝出來的理據是大了些的 但是出來的時間都是慢了些 結果麥帕比全中構成空門了 但是巴黎呢 就第二次錯失空門的機會 遲來一步的迪斯拿就把握不到這一次的機會了 那麥帕哥呢實在是給了太多機會 因為巴黎去打他們條防線的後面 他們防線的深度呢就不足夠的 十八分鐘了 這樣的防線呢出事是遲早的事的了 那麥帕斯拿根本呢 是慢慢跑進去條防線那裡的 但是都是沒有人理他的 那麽巴黎的中上球員 二十五號的拉比奧特 一比下去呢 就是完全刺刺如也的 就是這個迪斯拿 慢慢呢就是推進去這個禁區的底線附近 那這一刻呢 都是沒有摩納哥的球員叫做緊身 纏著他干擾著他 搞到他都可以傳中啊 那中間的卡雲尼 那麽亦都是極度輕鬆的 都是沒有人理的啊 落字的這一刻 是不是都應該要試一下去緊貼卡雲尼呢 就是起碼你是得住他後面 就不要被他捨得那麽輕鬆啊 那摩納哥的後防線 真是好鬼人多 但是真是做不到些什麽的 那麽就給卡雲尼開到個紀錄 落後0比1的是摩納哥了 那麽單體呢 這二十分鐘的表現 摩納哥應該是要被人大炒的 那不過啦 之後我們看到兩個天王巨星 包括是尼瑪和麥帕比的位置 都開始自由浮動了 那這件事呢 他們整天都出現的 那但是呢 每一次出現的話 都會沒有表現的 那十號仔尼瑪呢 去了中間 搞到中間的大塞車 那也都呢 就是沒有人拉邊了 麥帕比隨時去了左手邊的 那其他隊友呢 有時候真的不知道你去了哪裡的啊 那入球之前呢 其實他們有威脅的攻勢較多 是因爲他們位置是比較規矩一些 那但是入了球之後呢 就想著自由發揮了 那就是如果呢 今年巴黎是失敗的話呢 看來入了球之後 輕挑呢 相信就是他們失敗的理由了 那這樣呢 就搞到 上半場之後的賽事就沒有什麼看的 那其實呢 他們今天呢 只要是踢出了紀律的話呢 入球之後得勢不搖引 在主攻的方面呢 繼續插 防線的生後 是很有機會 上半場就拉開了紀律的了 四十一分鐘啦 那最有機會的 都是剩下反擊啦 那這個是正常會出現的 因爲對手進攻 那巴黎是應該有反擊的 那這次了 麥帕比呢 就做超級連結人 比球的時間又不可以說錯了 不過轉去左手邊 迪斯拿的那一刻呢 其實比球是太過早的 那所以迪斯拿呢 接應了之後 都還在禁區的外面 都還要呢 就是嘗試想辦法 去突破一個防守球員 才可以再進入禁區射球 難度大了之餘 對手龍門也都多了時間去準備 所以這一下呢 我建議麥帕比可以放膽 那中國球推向中路 甚至推向禁區頂先 再比波迪斯拿 那一刻迪斯拿的空位是較多的 四十七分鐘啦 即下半場啦 那一開始摩納哥嘗試 高位壓迫 高位防守的 不過真的得淡笑 他們的對位呢 可以說是沒有什麼作為 人家打橫中國球交給隔離的隊友 就可以解決到你的高位迫搶 那高位迫搶呢 是真的要令到對手沒有全球選擇才是的嘛 那結果你這樣被人猜空了 更大劑啦 那就過了你這些中長線的防守人員 還有呢 就可以給了巴黎做個中短期進攻 那這個直至一擺下去呢 麥帕比都叫半單刀啦 那他都算是做得不錯啦 找到空位較多右手邊的卡雲尼 那卡雲尼今次呢 都不貪攻啊 再打橫傳給後上殺上來的尼馬 那可惜呢 尼馬射中柱 那這個球呢 就叫做得比較漂亮的啦 這場的賽事 四十八分鐘啦 那又是反擊啦 那摩納哥的中堅 樂志呢 就直接投降的啦 這下呢 根本是理不得麥帕比啦 麥帕比真是跑進去了 那超級連結人的尼馬 那這下呢 送的這個直線掠鹽 就是力水差了少少啦 不能夠讓這個麥帕比呢 是全速前進推入禁區 那結果啦 那這個凹射也是力水差少少的 兩分鐘之後啦 五十分鐘啦 那只要你肯跑進禁區呢 摩納哥的後防線就給你機會 那這次跑進去的是尼馬 那華拉提 一個漂亮的過頭波進去了 在禁區裏面的啦 尼馬也都聰明的 那這一下呢 就特意去吃住 托離的身位啊 尼馬的用心呢 就是知道那個後衛一定要 是跑著這樣追著他嘛 那他一吃他的身位 那那個後衛就很有機會撞低他咯 那所以呢 這個時間 這個防守球員 就一定要立刻舉高雙手呢 希望 球證覺得 他不是犯規 不是推低他啦 那但是呢 他沒有這樣做到 中正了尼馬的圈套 拼了個十二馬路啊 那尼馬自己操刀啦 0比2領先的巴黎 那這一次成功呢 都是因為尼馬 他肯在左邊插進去咯 肯做六頁咯 好了 之後啦 摩納哥要主攻 當然一定要再加進攻點的啦 三中堅是做不到主攻的 那他們都叫有調動的 就放棄了今天可以說有他和沒有他都沒有分別的落字 就換了個進攻球員 左腰仔盧比斯進來的 那之後嘗試保持控球再舉啦 那巴黎當然啦 你看到摩納哥主攻 那他們就反擊啦 那不過有一下啦 麥帕比錯失良機射高了 那另外啦 七十分鐘的改一下啦 卡雲尼 那他只要第一時間早斬早著 其實機會就很大啦 那他就拖慢了反擊 去到呢就是七十二分鐘啦 尼馬 那超級連結人這一下呢 就叫做得最漂亮的啦 比個波也是最好的啦 那不過啦 麥帕比的這個單刀 如果他都處理不了呢 真的沒有什麼藉口啊 這一下根本是應該要處理到的啦 那之後啦 也都出現卡雲尼在門前 頭鎚頂中過門框的外面少少的位置 略門而過啦 感覺上面呢 他們是有點心急啊 去到呢就是八十分鐘啦 摩納哥破彈啊 不過啦都是靠佛球而已 那還要是有運氣的 那莫探員射下去 就散中了麥帕比折射呢 就凹死了個龍門 那不過這一下啦 如果要雞蛋挑一頭的話 就是麥帕比他有少少縮頭咯 若果他真是跳起故意去擋個球的話 未必會構成入球的咯 那來到這一刻呢 就一比二啦 場面一度有少少緊張啊 而巴黎的應對方法 是想著很快地去拿第三個入球 那所以不斷呢就加快比賽的節奏 就不可以說他們完全錯的 不過真的有些冒險啦 那如果今天前面的把握力 是這麼奇怪的話呢 那這一段時間其實保持回控球在腳 拿回絕大部分的控球拳的話呢 不斷拖慢個比賽節奏是會好少少的啊 那巴黎呢 那巴黎呢 進攻的話就反而有機會被人打回頭的嘛 那雖然 場面呢就不是好似上年 被巴塞逆轉那樣樣 那但是都看到了啊 他們到現在去應對環境的能力呢 都不是有很大的進步 好似上半場那樣樣啊 他們明明氣勢如紅 對手的防線呢都是脫脫漏漏 他們應該呢 就入了第一球的之後 去再做多些有效果的主攻攻勢 那些位置呢 規矩少少 不要這麼快自由浮動 不要這麼快玩東西住 那入不入到球一件事 起碼你在這個上半場的時間 是做多些有組織的埋門嘛 那之後啦 去到下半場有很多球 入不到 那其實都不是說這麼出奇的 因為有時候真的會這樣的 不夠運呀 或者真是呢 把握力是奇怪 那所以呢 就是時候要拖慢回比賽的節奏 控球在腳的 即使場面是難看少少 但是你真是保持到紀錄 那這次對著是摩納哥 那就沒事啊 贏得了 但是如果同一個情況下 對著其餘的歐聯球隊的話 就真是有可能出事的啦 就是上年對著巴塞 明明領先這麼多球 都不試著保持控球在腳 不斷被巴塞進攻 那就是處理環境上面 應對的能力問題啦 那巴黎呢 都叫做是新興的強隊啦 那所以比賽的細節上面呢 是仍需進步 那但是也都有可能呢 是教練艾曼尼她的 是掌控能力的問題的喔 那這些呢 全部都有機會是阻礙他們 拿歐聯冠軍的啊 那所以一定要呢 特別留意一下的喔 巴黎 好啦 多謝大家呢 就是收聽法甲大戰賽後評 那之後呢 我努力再看阿仙奴 和熱賜的賽事啦 好啦 多謝大家收聽 如果大家是喜歡我的片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大家是想鼓勵小弟 也都可以看我的片的之前 如果Youtube 是插了廣告進去的話呢 你播上去就OK啦 下條片再見啦 拜拜